因為天氣炎熱 機制淘汰 還有換雨董影響 所以國內的雞蛋產量還沒有回穩 目前每一天供應吹口 是有將近兩百萬顆 而因為全國的中小學開學在即 學校就快要提供營養午餐了 所以蛋農也要求要調整蛋價 蛋商和養殖協會 預估是在二十六號要開會 來討論蛋價是不是要調整 雞蛋在很多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 尤其是還在成長的學生 全國中小學就要開學 但現在傳出國內雞蛋供應仍有缺口 營養午餐用蛋可能受到影響 農業部畜牧師強調 因為有安全庫存 供應不會出問題 農業部公布雞蛋每日生產量維持十一萬三千五百箱 不過蛋機協會估算 實際日產量約只有十萬多箱左右 每日供應缺口仍有約一萬箱 官方和民間統計有落差 另外因為蛋機飼養成本增加 蛋商與養殖協會預計在二十六號開會 討論蛋價調漲事宜 由蛋農表示其實價格早該調漲 但每次蛋農和蛋商提出調漲需求 農業部就為施壓要求動漲 蛋農陳秋迟表示 因為氣候炎熱 讓蛋機不持飼料 所以產蛋量下降 蛋比較小顆 賣的也比較差 加上飼料成本增加 希望農業部讓蛋價回歸市場機制 不要再打壓 對於蛋農指控施壓 農業部則表示 沒有政府部門要求動漲 記者 邱紫北 龐安群 總報道